影片開始之前 提醒大家趕快去加生皮的Telegram跟Instagram喔 拳雷打可以說是棒球比賽之中最迷人的產物 每個玩棒球的小男孩 都一定有幻想過 在9局下半集出再見拳雷打 然後被一群陷入狂熱的隊友 跟大家一起慶祝勝利的那種快感 而事實上一場比賽最能夠有效得分的手段 就是擊出拳雷打 因為一隻拳雷打能夠直接送回雷上的所有跑者 包含打者本人 沒有其他得分方式 比直接打出拳雷打還要更快的了 所以反過來說 很會打出拳雷打的打者 應該是每一支球隊都想找來的人才 對吧 痾...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喔 2016年的國聯拳雷打王 也就是當時效力釀雷人的一雷手 Chris Carter 在那一年打出41隻拳雷打 跟洛基的 Northern Arenado並列 只不過這兩位拳雷打王的命運 卻是大不相同 Arenado日後成為洛基的看板球系 並且在兩年前 簽下8年2億6千萬的超級巨約 至於Carter的部分 則是在那一年結束之後 直接被釀雷人丟到放棄續約名單 為什麼會差這麼多呢 這得從他還在運動家跟太空人的時期 開始說起 Chris Carter是在2005年第15輪 以高中畢業的身份 被白蛙隊選走 之後因為交易的關係 他先後帶過四支球隊 而早在他還在小聯盟磨練時 就已經是名聲響亮的巨砲打者 大部分的球隊 都是衝著他的長打能力 而讓他成為交易主菜 之後他在西安的運動家 升上大聯盟 並且在2012年下半季 站穩先發 打出137WFCPLUS的生涯鏈表現 隨後馬上被衝到休斯頓 成為全能工具人 Jack Lowry交易的主菜 Carter在休斯頓 來了三個球技 平均每季 能打出30支全雷打 在當時 太空人還不是那隻 日後奪冠的競旅 而是剛走出 連續三年 輸掉110場比賽 球迷都不敢說 自己支持太空人的 超級坦克球隊 因此他的長達活力 對太空人顯得特別珍貴 不過當時太空人的管理高層 可不這麼想 他們並沒有把他當作資產來看待 純粹只是球隊在重建期 一向便宜的替代品罷了 背後的理性推論也很合理 首先 從2013年開始 他連續三年 殘連聯盟擊球能力最差的 打者寶座 生涯的場內安打率 只有2成72 比平均值還要低了3% 其二 他也是很出名 愛亂揮大棒的打者 每三次出棒 就有一次 在揮空氣 即便以現在的標準來看 仍舊是相當誇張 雖然Carter的亂揮 換來了聯盟最右翼的 常打能力之一 這讓他成為一把雙面刃 對當時火力平級的太空人 依舊帶來得分上的貢獻 但是上壘能力不佳 使得他在攻擊端的貢獻 並不如想像中強勢 僅僅攪出 略高於平均值的 114WRC Plus 最後一點 他在太空人時期 主要以一壘為主 偶爾會客串左外野 但是超過110公斤的 笨重身軀 讓他不管站在哪個位置 都幾乎沒有任何手背能力 當一個球員在攻擊端的貢獻 完全無法彌補 手背端的損失 而且對象還是以科技狂魔跟數據狂人 為名的休斯頓太空人 注定了雙方遲早得分到揚鑣 於是隔年 釀酒人只花了250萬 就找來了這位很極端的打者 偏偏釀酒人當年剛上任的新總管 David Stearns 也是太空人體系繁殖出的子弟兵 哼哼 我想不用我說 你們也知道結局了 就算他拿下了哪一年的全雷打王 但是當 Carter 的預估仲裁價碼 上漲到800萬美元時 又再一次的 被放進不續約名單 成為自由球員 Carter 最後不但沒有拿到800萬的薪水 相反的 楊姬只花了350萬就簽下他 全雷打王這個頭銜 等同余子讓他 加薪100萬元而已 至於楊姬為什麼會選擇 Carter 並不是因為球團在他身上 看到任何改造的潛力 單純只是球隊當時處於青黃不接 需要電檔的人選來度過跟銜接這段時期 楊姬上一位專職一壘手 鐵爺 Mark Tuxera 走完的他在2008年簽下的8年合約之後 宣布高掛球鞋退休 而農場的一壘潛力新秀 Greg Burke跟Tiler Austin 都因為傷勢的影響 狀況不明 可能沒辦法擔槓全職一壘手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Carter 的地位也從前一年的全職先發 降級成為 必須看先發投手 才能排陣容的platoon級球員 而且那個賽季他所出賽的62場 有23%是從替補身份出發 更糟糕的是 原本就很差勁的擊球能力 再來到楊姬之後 更是寫下生涯新低 擊球率只有61% 台名聯盟倒數第3 只贏過Danny Espinoza 以及彷彿是Carter 復刻版 剛結下遊擊兵隊壘壘手的 Joey Gallo 而且Carter 的擊球初速掉了2英里 強進球的比率更是減少了10% 就算打中了球 也已經不像以前 總是能飛出牆外了 現在在外野草皮區就被草草皆殺 造成他難的賽季 僅僅只擊出8支全壘打而已 而Aqua球團耐心的最後一根稻草 或許還是回歸到 每況遇下的手臂問題 他是那一年揚機三位 曾經專職一壘的野手之中 手臂效率最差的 讓球隊多損失5.5分 整計繳出-0.7瓦的成績 7月4日 剛好是美國國慶的這一天 當他打完對上籃鳥的比賽 繳出單場2支0的成績 賽後楊基宣布將他指定讓度 從此 徹底 關上了他的大聯盟之門 即便之後兩年 他仍然繼續在小聯盟跟墨西哥打球 甚至又再一次的 靠著他的長達火力 成為2019年末年的全壘打王 但仍然就沒有任何大聯盟球隊 願意再提供嘗試的機會 卡特的故事說明了 要在大聯盟生存 太過於仰賴彈衣技能 終究很難取得長久的成功 幸運的是 當他開始打球時 他的球員特質正是 老一輩棒球人會喜歡的型態 從他拿下2009年 小聯盟年度最佳全方位打者 就可以知道他的打擊評價 是真的不差 這也讓他一路以來在小聯盟 幾乎是穩定升級 沒有遇到什麼阻礙 但也不幸的是 Or or nothing 大騎大落的打擊狀況 幾乎不會有球隊 把他當作 劍隊基石來看待 這也讓他在生涯後期 成為棒球讓人 甚至表現一有不好 就從此與大聯盟絕緣 即便全壘打王的名號 聽起來很誘人 傳遞出了強悍的感覺 但是在高度資料化 跟科學化的棒球世界 球員的價值到底值多少 終究是騙不了人的 以上就是關於 Chris Carter的生涯故事 本來這部影片 才是我自己的回鍋作品啦 但是因為有更及時的消息 所以往後挪到現在 才發不出來囉 那在這邊也順便宣傳一下 還沒有看過教室三部曲的系列 可以去連結欄下方 趕快跟上進度 然後如果想看故事的 也可以從片尾的影片資訊 去看雙城隊M&兄弟的影片 我們有請到常年支持雙城隊的作家 城牆大來跟大家聊聊 好的 那麼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同時追蹤我們的FB IG 還有Telegram的社團帳號 這裡是生皮C5度 我是米菇爾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